欢迎来到中广流星网 跟我们一起进行 没事来哈拉 若全今天再度为大家请到非常有亲和力 同时在歌唱跟演戏都非常有造诣的景文 他是巨型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但景文今天要用巨星的姿态来当导游 因为周末到了很多朋友 其实不仅在很多国际各城市观光 其实台湾本岛有很多地方 实现在疫情之后 民众都会觉得哇原来这里这么好玩 过去也许没有去过 但经过景文的推荐 可能会觉得原来这么特别 因为景文之前就在嘉义 嘉义真文水库 拍戏拍了一段时间 所以先让听众朋友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但我担心有些人不是那么清楚 尤其现在是放学的时间 让我们小朋友来学学地理 我们的真文水库在哪里呢 真文水库它是位于嘉义 嘉义县 它在台山县 沿着台山县往上走 大浦乡在台山县的333公里处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为什么这么记得清楚333公里 很好记还是因为搭车去拍戏 印象很深刻 我都自己开车上山 然后呢我都 所以你就不坐高铁的啊 你从新北市开车开到嘉义去 我之前前几个月我都自己开车 那到后来因为要赶通告 所以我后来就是搭高铁 然后因为我开车 我都是从新年开车到山上大浦乡 总共每一次都花了五个半小时 然后因为其实从台南预警也可以上 就是你会先走快速 不同的路 对先走快速道路再接国道3号 所以每一次我开台山县的时候 我都特别有感触对于那条台山县 让大家知道一下地理位置 好那么在你刚刚提到的大浦乡这个地方 它有特别的特产吗 大浦乡的特产呢就是酸笋 老师你一定有吃过那种真空包装 是那种黄色 就熄过那种菜笋 有点咸咸 然后有一段一段 就是它有分什么竹笋的头啊中尾 大家一定有吃过从大浦乡出来的脆笋 就是我们吃稀饭一定要吃的那种 配的那种笋子 大浦乡走在路上呢 因为他们每年的暑假 就是笋子的季节 那他们当地的人呢 都会就是烧焦 砍竹笋 然后把它做成这样的加工品 对然后所以整个烟竹笋 整个走在大浦乡啊 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酸有一种就是酸醋醋味 然后有些东西吃起来好吃 但是它在腌制的过程的味道 其实不像你在品尝的时候 味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你走在大浦乡的路上 你看到路边有那种 很大一桶 像我们录音间这么大间 大概五六平米 就是这么大的红色的那个桶子 那个就是在烟酸笋 烟竹笋 当地的特产就对了 然后所以你走在路上啊 你都会有闻到一股那种酸笋味 所以我那时候去我想说 为什么路边都有那种大的桶子 那到底干嘛 我以为是他们养那个大头莲的鱼 结果不是 是他们烟酸笋 然后用一个黑色的那个 那个那种塑胶 然后把它盖起来 好讲到大头莲的鱼 其实嘉义很有名的就是砂锅鱼头 那景文有去品尝一下吗 哇你去到大浦的当地呢 一定要吃砂锅鱼头 我都吃清吉啦 就是在台山县上面的那个 因为呢他们 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大头莲 大头莲是从真文水库里面 它是什么汤头啊 它会那个鱼头就大头莲 它是有沙茶吗 没有 它会有放一点沙茶味 然后它鱼头先炸过 它的那个一个鱼头 大概就是大概四斤重 四两八就很重 到底是四斤还是四两啊 四点八 四点八金很大 很大 很大 你的砂锅鱼头就整锅就那个鱼头 对他们就是用链盆在煮的 肉哪去哪里用啊 肉有时候是可以煮三杯啊 可以 但是那个砂锅鱼头啊 那个鱼头他们都是用那个盆子 链盆煮的 就很大一锅 是有去过大浦乡真文水库吗 没有 可以带妈妈去 因为很方便 就是搭车比较久一点 对啊 你讲到五个小时 我想到我就觉得路途蛮遥远的 建议大家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搭高铁 然后呢 就是那边会有那个 比如说酒吧对不对 你可以先订好 他们会从三下 就是开酒吧 然后带你就是一路 酒人的小巴士 你讲酒吧 酒吧听众朋友们要去喝酒了 好砂锅鱼头到底多好吃 它的滋味如何 我们等一下回来说 欢迎继续回到美式来哈拉节目现场 今天跟着巨星黄景文来增文水库附近 看有什么旅游以及美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休闲资讯 刚才提到了砂锅鱼头 我记得嘉宜这边的砂锅鱼头很多都是有沙茶的汤头 也说它都还蛮甜的 新鲜的鱼头呢 煮起来的汤头真的是甜的 然后没臭臭味 因为呢就是他们来自增文水库的这个水 因为增文水库四面 没有土味就对了 完全没有土味 然后他们会加一点蛋酥下去 棋味 就是蛋香味 然后他们会加白菜 那因为白菜就是本身就是新鲜 所以就是会提现 白菜本身也很甜 很甜对 所以那个汤头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厉害 可是我以前去加一吃这个砂锅鱼头 的时候有一些老板 他其实是特别甜的汤头 有些还甚至用甘蔗去熬那个高汤 也有 就是他们会加一些 比如红萝卜啊 蔬菜啊 它的高汤其实是很甜的 其实砂锅鱼头看起来就是有点像火锅的吃法 对不对 里面就会加很多东西 丸子啊 然后你想要吃的什么料 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好那么除了这个美食 如果到真文水库搭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旅游的体验呢 大家可以坐船 从真文水库呢 坐船到这所谓的他们的钓鱼台 就是喜欢钓鱼的朋友都会去钓鱼台那边过夜 那边可以过夜 因为船班呢下午三点以后就没有发船 所以三点多出去的船隔12个小时才有这个船班 就是把钓鱼的人载回来 所以上面是可以搭帐篷 是搭帐篷啊 也可以搭帐篷 确定是合法的吗 是是 我现在要问一下 那边就是他有一个 因为听起来这都是水源保护区啊 因为呢他们当地的县政府有有让承包商去包这个娱乐的 这个部分 因为这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搭搭船 当然如果你不过夜 你也可以搭就是所谓的娱乐船 去看喂老鹰喂食秀 然后现在钓鱼台可以就是拿那个钓杆 去试试看那个钓真文水库的鱼 其实不好钓 可是我那天呢 因为这个就是 就是当地的人呢 一个叫曼妮 我当地的好朋友 然后呢就是这个带我去那个钓鱼台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就是钓鱼杆 就是就客人用那个钓杆 就是很细的那种 我们预期超好 我们钓到总统鱼 很大只大概好几斤哦 然后因为总统鱼呢 就是笋壳鱼 基本上它长到那么大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的TikTok 我有影片 然后呢钓到那么大的鱼 就是你去跟鱼搏斗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什么叫做心痒痒的感觉 大家可以在这个钓鱼台上面啊 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呢 什么叫心痒痒的感觉 就是你跟鱼搏斗 就是你觉得鱼要拉上来了 结果你拉上来就是空的 对 你知道当时心痒痒 那个阻力是什么 是它逃脱掉了是不是 因为你既然要拉表示它有上钩 有重力 没有跟鱼真的是在斗志 跟鱼在拉扯 其实是很 是那个感觉 因为鱼 比如说鱼如果走左边 那你如果要让鱼上钩 你就要拉右边啊 你要感觉鱼是往哪一个方向在走 所以是感觉错了吗 因为你在拉表示鱼有勾到吗 不然你在拉什么 没有 你如果是勾到 你直接往上 就是正上面来 那鱼是不会上钩的 因为鱼也不是笨蛋 虽然鲸鱼脑只有七秒 但是在当下 他也是知道 比如说你在跟他拉扯 可能他钩到哪里啊 所以跟鱼是需要斗志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 还有基本上呢 就是没有经验的人 基本上是鱼是不容易拉上来的 所以那天是觉得运气好是吗 第一个运气非常好 第二个我们有找求救 就是找船长啊上来 因为那个曼妮他是当地人嘛 所以他也有经验 其实有时候经验值还是很重要 他曼妮一感觉 他就觉得是大鱼 像我们这种 我们没有钓过鱼的 我们哪知道是什么样的鱼 然后他说 哎呦是大鱼哦 然后我们就找船长过来 然后船长过来 船长就说 哎呦 应该是不容易的鱼哦 因为基本上笋壳鱼 总统鱼在真文水库 已经连当地人都很少钓到过 因为当地有鱼虎 那鱼虎是外来种 他就会吃一些就是其他的鱼 所以这个环保 生态也是在钓鱼的时候 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欢迎继续回到没事来哈拉节目现场 今天真的是实境节目广播版 就是看巨星景文 过去因为拍戏到真文水库 除了工作之外 也来提供分享旅游的资讯给大家 刚才提到的是 他曾经跟着朋友去钓鱼 钓到了笋壳鱼 就是俗称为总统鱼 那其实当时拿的钓竿是细小的嘛 钓到很大的鱼 就需要很多有经验的人来帮忙 是然后我们拉上来的时候 当地人完全傻眼 觉得怎么可能 我说哇就是真的是运气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像观光客如果钓鱼的话 钓起来的鱼通常就是也没有办法拿回去煮 所以呢这个他们就会把它拿来 就是喂 喂真文水库的鱼 就是有一个喂食秀 就是当鱼 因为都很小只嘛 钓起来的鱼都很小时 这手掌一样小 所以就拿来喂老鹰 因为那边有一个老鹰之骨 然后喂还有什么叶鹿啊 那边有很多的鸟类 然后当你钓上来的鱼呢 这个丢到这个真文水库的时候 老鹰呢就会就是下来 很妙喔 像叶鹿啊 这个吃鱼呢 是用嘴叼着鱼的 可是老鹰是用脚 他是下来 然后很快的用脚抓住 然后再上去 然后通常都是叶鹿 会先带领前面 然后老鹰在后面 因为老鹰有很严重的老花 看不到前面 所以叶鹿会带头 然后先咬着鱼 然后后面老鹰在随之跟上 这是一个还蛮有趣 而且好近喔 可是鱼不是已经被叶鹿抓走了吗 一丢会就会有很多 丢很多鱼 它不会是丢一只 对 OK 所以是现场就看到这一个生态 在你面前展现出来 真的 嘖嘖称奇 那如果是喜欢爬山的朋友 可以做什么样的休闲 喜欢爬山的朋友呢 就可以到白马亭 这个从大浦 山下走到 用走路走到白马亭 要两个小时 其实是有很多登山的朋友 很喜欢 那条路是有很多登山的朋友 喜欢走 因为那条路呢 开车其实不好开 它就是比一个 就是它游览车上不去 然后开小货车 就是一台小货车的路 然后它的这个最斜的角度 大概也有五六十度斜坡 然后它没有博油路嘛 大部分都是石头路 跟那个 这个泥 就是泥巴路 对那边的路 没有很好走开车 那白马亭你有上去过吗 有 白马亭呢 可以俯瞰 整个真文水库 超美的 如果下午走上去的话 我觉得在白马亭上面 可以看夕阳是很美的 描述一下白马亭 就是有一只白马 在上面的凉亭吗 其实白马亭 并没有白马 它就是一个凉亭 然后是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叶姓的将军 因为他在上面 就是打仗 然后这个 等于说战死沙场 那因为呢 他这个 这个打仗有功 所以呢 这个就帮他立了一个 这个白马亭 因为当时的打仗都是骑马 骑马打仗 所以呢 当时这个 他因为这个 在战场上有功 所以就在那边 在最这个大浦 最山顶上面 立了一个白马亭 就是来这个 来赞 就是赞赏 这个当时的叶姓将军 井文是因为嫁了这个 导游领队老公 才对旅游资讯 如此的如暑家 还是自己去旅游 都会很重视 这些背景的介绍 因为我只是聊天的问 结果你就是有备而来 侃侃而谈 把白马亭介绍的 可以去嘉义县政府 观光局代言 应该是说 我本人有上到白马亭 他上面有一个 这个介绍白马亭 可是一般人也不会 仔细看 或看了也不会背起来 你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 那上到白马亭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 叫白马亭 对 然后因为你知道 有很多地方都有白马寺 就是有一只烧白马 可是那白马亭 竟然没有看到白马 一只白马 不是一艘白马 我刚才是一艘啊 对不起 又不是船 对不起 一匹白马 对不起 我口误 因为呢 那个白马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家那边 有一个白马寺 那他就是有立了一个白马 我上去 那个白马 那个 亭 就没有白马 然后他就是一个凉亭 然后走到凉亭的屋顶上面 可以俯瞰整个大补 大补箱 我觉得好漂亮 感觉上 你可以看到大补箱 有一个像一颗星星 然后呢 如果夕阳到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落日晚霞 夕阳 我觉得好漂亮 那个真的是人间仙境 而且我相信 每一次的风景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对 跟着巨星 景雯 到真文水库 看有什么旅游资讯 继续在美市 来哈拉 提供给若全的听众朋友 好 接下来是 茶山部落吗 对 其实从大浦乡 就 进到大浦桥 走过了大浦桥 就是大浦乡 不过了 不过大浦桥 就是一直往台山线 就是往山上走呢 就会去到茶山部落 那茶山部落呢 他其实这个部落很小 但是呢 非常的有特色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茶山部落 住个两天一夜 因为呢 在上面呢 这个茶山部落的原住民的青年 就会带大家可以去 尤其是夏天 可以去溯溪 然后可以去玩跳水 他是有民宿是不是 很有 茶山部落是很有民宿 然后民宿都会帮你规划 比如说晚上带你去认识一些 这茶山部落看到的原始生活 然后白天就可以去溯溪 可以去玩玩溪水 然后可以吃茶山部落特色餐 小米酒啊 然后还有茶山部落 也有很棒的就是咖啡啊 就是手冲咖啡 自己烘焙 然后自己手冲 重点是每年的11月 都会有11月或12月 都会有所谓的凉亭季 因为茶山部落有很多的凉亭 那每一个凉亭呢 他们都会去装饰 有自己的特色 那这个凉亭季呢 就是当每一年的凉亭季就是希望这观光客可以把每一个凉亭打分数 然后看哪个凉亭的分数最高 那就会获得那个荣誉 然后在晚上凉亭季的时候就会有当地的原住民的朋友唱歌 然后呢就可以买一张那个晚餐卷就可以留在部落吃晚餐 就会有大的整只的烤山猪 哇是buffet这样吗 吃到饱的意思吗 对对对 而且这个凉亭季听起来就是凉亭装置艺术的比赛 对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谁去当评审 就是去那边的观光客 就是投票吗 他们就会公布那个得奖的名单 他们就是会就是赢的凉亭 他们会颁发一个那个奖牌 然后就可以挂在那个凉亭上面 然后每一年就再来一次这样子 对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每一个这个凉亭呢 都会有不一样的特色 像我去看到凉亭就是比如说放蝸牛壳 白色蝸牛壳 然后那个让凉亭更有趣 然后你会发现到布农族的凉亭跟很多族群的凉亭啊 那卢凯族啊什么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特色 白色的蝸牛的壳放在凉亭的屋顶上吗 他做成那种一串一串的像链子 然后像帘子这样子 对我觉得还蛮蛮漂亮的 不会都闻到蝸牛的味道 那个蝸牛肉已经先吃掉了 还把壳洗得蛮干净的这样 对远看我以为是放大蒜 是啊远远的看 你介绍旅游资讯真的很好 我们节目也访问过一些旅游资讯的来宾 到目前为止你可以排名前三名 真的吗 因为你讲的很清楚 资讯也详实 然后身力其境 而且我本来要问你 梁婷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它就是自己形容的 就是真的让听众朋友透过你的导览 就要广播空中嘛 就没有影像 可是你的声音的资讯 让他们可以胜利其境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真的也是深入其境 我是觉得你是个用心在体会 就是休闲生活的人 谢谢老师 那最后就来吃点什么 你印象深刻来考验你 刚才是景色 对不对 你一路讲了这么多 除了刚才的砂锅鱼头之外 看讲吃的 你刚才讲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你吃到印象很深刻的 山珠 你刚才讲说烤山珠 整只的大山珠 那烤的那个真的是皮脆 然后肉多汁 然后我觉得茶山部落 我觉得他们的小米酒有一种特色 就吐口水 不是啦 他们的小米酒是会发泡 就新鲜的是有气泡的小米酒 然后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喝 因为我喜欢喝气泡饮 然后那小米酒啊 就是有那个米 就很像甜酒酿 甜酒酿 但是它的那个又有点那个米的杂质 然后喝起来又有点气泡 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当凉亭季的时候 这个小米酒都可以无限畅饮 好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成年请勿喝酒 好请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安全 也尊重别人 那我们非常谢谢景文 来为我们导览真文水库 真的是称职的领队跟导游 谢谢景文 谢谢老师 谢谢观看